大家好,我是丹尼,今天的主题是象牙猪,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那近期冬季的活动想必大家都在野外抓到了很多小三猪吧 从丹尼文章中的流量也能够看出,其实大家对于象牙猪也有蛮大的期待 毕竟在第13季获得10万马力这招更好用的地面器招式 在伤害量来说,比起重塔来得更加充足 也因此我们今天将在大仙梦菜楼环境来看一下象牙猪满等的情况下 到底能否跟一些神兽进行匹敌,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 好,那今天用魅影来提供对战影片 使用的是象牙猪第一只,后面配置两只龙系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场 好,那首场的话我们看到顾拉多算是属性上的优势 毕竟兵系能够打地面,但是对手的顾拉多并没有换角 那也是因为他本身带着火焰犬能够打兵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下火焰犬出来的伤害量多少 哇,象牙猪直接喷得半血啊,非常的痛啊 其实玩家可以注意到其实双方的CP是有一段落差的啊 差了800点啊,体质一定是有所差距的 不过雪崩下去,顾拉多再抢也得倒下,所以对方是开盾了 那目前就是一顿的优势 但是火焰犬的出招数还是非常快速啊 象牙猪有一点点小小的缺陷就是气血要6下才能够放一个雪崩 那对手这边中毒其实要挡招,但是没有挡到 妹女是忍住了,切上超梦上来 但是其实超梦也没有办法抗兵 所以这边还是把雪崩给放出去 雪崩下去之后,对手超梦挡招 我们切其他地纳来一个幽灵系打超能 对方已经没盾了,目前是一顿的优势 不过如果超梦硬要用两个招式啊 还是有办法把其他地纳给拉下去啊 只要看妹影是否要保盾啊 那这边今天的配招是龙爪跟影子偷袭 小招是在暗影爪 影子偷袭下去可以打超能力气,但是伤害量并不是特别好 其实但你认为这个其他地纳影子偷袭 属性上算有压制到超能力气 但是伤害量真的是满低的 有时候可以选择两个龙爪,说明还是可以死他 那这边的话避免超梦压死1NP 所以快速的让其他地纳补上龙爪出去,收拾掉超梦 那对手应该会让固拉多再次上来 直接尼巴射击,把我们的其他地纳给点下去 那他将气氧上就有一个地震可以使用 所以如果我们把钢龙切上来瞬间 他可能会火焰犬骗个盾,再补一个地震会比较麻烦 所以目前要稍微小心一点 那打大世界盟是这样啊 玩家如果看到对手的角色,如果你有在计CP的话啦 两只角色都没有带伙伴的话 很有可能最后一只就会是钢龙 因为钢龙实在太常见了 那美女这边直接把象徒给卖掉了 把盾留给钢龙,一方万一 那如果对手做一只不是妖精或者是钢戏 我们一个流星群就能够收掉了 所以这边挡住了队友地震之后 对手这只角色是蒂亚无卡 那我们可以靠出招速度 流星群直接下去收掉他 最后虽然攻击下降两阶 还是有办法收掉过拉多 这一场就结束了 郭拉多其实还蛮烦人的 你不要想说丹妮每次拿凤王打郭拉多都很轻松了 那是因为凤王刚好绝对压制他 不然其他角色打郭拉多 其实都是有点辛苦的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地震卢卡面对到象牙珠 那我们地面心能够打钢啊 不过出道数稍微有点慢 那美女这边先一个雪崩来骗盾 雪崩打地露卡算是品伤啦 是没有办法拿下的 雪崩下去对手也没有挡 有点可惜啊 如果直接选择死完玛丽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非常好优势的开局啊 比较可惜 对手铁头出来 是必要挡的 毕竟兵系怕钢嘛 好接下来死完玛丽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已经把对手的血量上磨得很低了 所以雪崩直接出去 目前这样的话就是一顿的烈士了 对手地露卡 并没有造成一个烈士在下场 反正他有点小小的优势 我们这边有顺慧上的优势而已 不过因为他第二个角色竟然选择奇拉蒂娜 那这样的话我们雪崩也能够再逼到盾 所以这样就算一个平局啦 其实照相亚珠的属性上 你要完全压制他比较难啦 因为兵器招是能够打飞行 或者是草系的 那地面系招是能够打钢以及火系的 所以相亚珠对手切什么角色 基本都要给了尊重 而他最后的角色竟然是畅响 然后我们用钢龙遇到畅响还算不错啦 铁头能够逼到他开盾 好 钢龙的一个铁头下去之后 长响是没有挡 直接残血 那因为我们最后一只角色是奇拉蒂娜 大暗影爪的 所以也不怕畅响 而且对手一个健身战出来 会让自己的防御下降 反正我们这些暗影爪就有一个非常好优势了 最后面对到他的奇拉蒂娜 可以靠奇拉蒂娜的优势去压制他 那这边对手上响 哇 竟然残血出大招 那美女这边没挡 来看一下她的招式会是什么 哇 是嬉闹啊 有点麻烦 因为我们将血量上有点喷得太多 奇拉蒂娜此时上来了 击到了快三个龙爪之后 龙爪准备连发了 那个洗脑有点痛啊 但是如果你没挡那个洗脑 在没有盾的情况下 遇到奇拉蒂娜 她一个暗影球出来 我们还是得倒下 所以不如就吃那个洗脑可能比较安全一点 好 对手奇拉蒂娜 七只风骗盾 那这边要龙爪连发了 只要我们出招速度比奇拉蒂娜来得快 还是有机会的 别种的操作弹性真的很好啦 因为在大洗脑很多角色的 大招能量上需求真的是蛮高的 奇拉蒂娜虽然在CP上有到非常的高 但是能够靠出招的一个弹性去压制对手 好 那我们这场就拿下了 好 我们就下一场的话 这场是一个线拿珠的镜像对决 那其实要遇到这画面比较少啦 因为线拿珠终究不是大洗脑的主流角色 虽然10万马力的 这个配置之后 让她地面系的伤害量很高 但是终究还是卡在她的那个体质上稍微骗弱 那现象对决的情况下 应该双方都是用雪崩啊 雪崩的DP比较好 那对手持线拿珠出招了 雪崩出来 妹尼是没挡招残血 那目前是一顿的优势 然后切奇做到的情况下 哇 对手运气不错 如果这一下我们有打到的话 就算是非常大的优势 结果 妹尼是开个盾 保了线拿珠 然后双方就是一个平局了 她不挡也是残血 应该就是互相把对方点下去了 哦 结果她挡招了 那我们就是一顿的优势 妹尼刺失 把地牢卡切上来了 夏珠这边要用 甩马力震到是比较困难啊 毕竟甩马力的能量需求有一点高 那她使用雪崩骗盾之后 莱德基使用甩马力 哎 来不及 她选择地牢卡上来 那这边要尽量把枪上浓得满一点点之后 流星群直接给她下去 其实看到地牢卡上来的瞬间 你不应该这样切的 但是她也没办法 毕竟她也没盾啦 不论其他谁上来 好像都得吃流星群啊 好 这边收掉对方的地牢卡 看一下她要怎么样操作啊 我对方地牢卡竟然不是带伙伴的啊 是比较稀有啦 好 她最后的角色 是奇拉蒂娜上来了 奇拉蒂娜上来的话 但也认为如果她刚刚选择 她的奇拉蒂娜上来送头 然后最终她地牢卡当我们的奇拉蒂娜 她有可能会获胜啊 只是她并没有这样操作 好 这时候奇拉蒂娜 奇异之风出来 并没有办法撼动钢龙啊 但是因为我们的流星群下去之后 攻击变很低 其实也没有太多伤害量 那此时的话满血的 别种形态奇拉蒂娜上来了 中途切脚挡招刚刚好啊 如果说暗影球的话可能会重伤啊 这个切脚挡非常的关键啊 对手的非常高伤害的暗影球 直接打到残血的象牙珠 那这边准备浓到极致的时候 对手换脚了 象牙珠上来 对手象牙珠其实也没有气啊 所以这暗影球被我们切脚挡招成功的那一瞬间 其实游戏灵就已经结束 好 这边要龙爪连发 直接收掉对方的其他蒂娜跟象牙珠就收工了 这一场对手是硬保了他象牙珠 但是其实这样操作并不特别 其实建议大家在大伤演猛还是留盾比较安全 因为地牢物卡的流星群实在太恶心了 OK 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超梦了 看到超梦的话象牙珠是弱势啦 因为毕竟超梦的出招数比较快 而且他跟你压CMP你也不会赢 双方都是以大招为主出输伤害啦 好 他一个健身击破我们挡招了 那我们这边雪崩出去 那如果理想啦 但是切地牙卡上来挡招啦 但是如果没挡到的话 他有机会多浓一点气会比较麻烦 所以这边的操作要非常的细微啦 好 此时超梦出招 妹妹没办法再挡招了 所以健身击破出来 象牙珠扛住了 多浓一点之后 血量上压到最低 这边选择属修的史丸玛丽出去 把能量最大化啦 史丸玛丽下去之后 哇 超梦残血剩一滴 哇 竟然史丸玛丽震得死啊 哇 这边算是史丸玛丽救命的啦 刚刚好 平盾的情况下在顺位优势的时候 拿下对方超梦 所以我们可以选的地牙舞卡上来 但是这边上来有点尴尬的就是 他的地牙舞卡枪上是比较好的啦 所以他有办法靠着出招的优势压破我们 好 没 此时不挡招 因为一定是铁头 因为我们的流星群也还没满 好 接下来的话是没有在等了 直接快速的铁头出去 中途是否会切齐拉蒂娜上来呢 好 中途就切了 然后对手最后的角色 面对到齐拉蒂娜 这一场是最惠之的对决啊 齐拉蒂娜打龙头地鼠 那今天配招有影子偷袭跟暗影爪嘛 所以属性上对方是没有抗性的 我们可以靠体质直接把他压下去没有问题 对手龙头地鼠 有点傻眼 它是一个超梦双钢柳 那我们今天的角色上 好像也只有 地牢物卡比较怕钢啦 只要地牢物卡没遇到 没有美塔 或者是地鼠 相对的就安全啦 那这边就是靠体质直接碾过他 对手得地牢物卡也没太多气量 然后这一场就要结束了 好 挤到两个龙爪之后 选择龙爪了 短能量的龙爪就可以消磨掉他了 直冲钻出来 打的伤害量真的满地的 地鼠跟巨岛怪其实雷同啦 只是地鼠本身刚系 能够抗的属性比较多 你会觉得他在大神蒙很强 是因为刚系的缘故 有抗性的角色终究还是在体质 稍微拉回来一点点 不过弱点也比较明显啦 遇到这种平常大吉的 就会输在体质 其实在大神蒙 顺位上是很重要 假如顺位对到 俗性上压制 通常都是一只压一只 好 最后龙爪地鼠上来 残血 被我们其他定牙给点掉了 好 进入下一场 这一场是梅梅塔 遇到梅梅塔的话 不算是顺风 因为使用玛丽出招真的太慢 所以妹女这边是切 别种的其他定牙上来 来一个缓冲 对手的是没有换角 不知道到底要玩哪一招 每一路 哦 这边是加农光炮的啊 比较少见啊 加农光炮的伤害原来是这样啊 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强啊 毕竟别种的其他定牙还是太坦 其实有一阵子好像有人在配加农光炮啊 是蒼翔刚刚出来的时候 但是加农光炮能量上需求真的太高 哦 他终于换角了 地牙奥卡上来了 其实他不应该这样操作啦 不知道他第二招到底配什么 他可以挤到满力的气量上 直接让地牙奥卡上来 可能就轻松解决掉我们的其他定牙了 那这边的话就尽量的放龙爪 消磨对手的血量就好了 看能不能够把他打到残血啊 让巷强珠上来弄 因为美路还在 你让地牙奥卡上来好像有点辛苦啊 好 龙爪再次出去 中途让巷强珠上来保留其他地娜 此时双方都没耗到盾啊 有点辛苦啊 毕竟地牙奥卡有可能会遇到美路啊 那这边开盾了 挡住铁头 看能不能够细血把他点掉 然后枷上非常主面的他的角色 就能够用招式与牙齿堂 哦 刚刚好 那手机上来了 美路上来了 他刚刚浪费到一个非常高能量的加弩光炮啊 那他的第二招配什么呢 哦 结果很满力的啊 看起来要直接上来打带跑啊 那妹妹这边还是打算骗蹲 雪崩出去 雪崩下去之后美路挡招了 还不错 省了一点能量 第二下是否会直接来一个十万马力呢 那这一下并没有挡招 对手蛮力之后攻击下降一阶 蛮力出来 刚刚好美路 并没有把下降主打掉 但是他好像中途切脚挡招了 换谁呢 谁来挡十万马力 然后下去结果遇到奇拉蒂娜 好险奇拉蒂娜不是真的飞行啊 不然如果双抗那个伤害量很低就尴尬了 至少稍微耗一点血量 然后中途切脚挡招 毕竟没有盾了嘛 这切脚挡招非常关键啊 再一次把奇拉蒂娜拿出来卖啊 OK暗影球吃到之后直接隆喜把它碰掉 完全没有问题 对手目前还一顿啊 遇到美路 他连续两个满力还是能够收掉我们 所以这边至少要两发铁头 但是铁头伤害量看起来好像不太够啊 好来看一下美路的伤害量到底多少 对手是直接满力出来 那将有机会哦 因为他的防御下降了 本来铁头伤害量应该是不够 但是对手的满力放完之后 并没有连续按招 导致我们这边有点空档 连续的铁头出去 美路其实也蛮吃玩家的操作的 如果你操作不好是有点费啊 哎哟刚刚好对手还放了一个电击啊 有惊无险啊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奇拉蒂娜 别种形态是一个顺风啊 毕竟兵能够打龙嘛 对手换脚了 第奥卡上来 其实我们今天的阵容在打第奥卡会比较辛苦啊 我们后面两只角色都是 但是你没办法看到第奥卡上来的瞬间跟他切啊 因为你一定会输啊 所以下注这边只好硬扛了 先来一个雪崩 逼迫到对手开蹲 目前我们还没看到 十万玛丽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那对手的第奥卡快速的使用铁头 他这边用第奥卡稍微的牵制到我们也算不错 不过他的其他地纳我们还是可以用钢龙去处理啊 所以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到被他拉回去 那最后看下注的表现了 而这一下还是没有选择十万玛丽啊 对手也没开盾 其实可以选择十万玛丽直接下去啊 那下注连续了雪崩之后 对手第奥卡下场了 那其他地纳是否会直接上来帮我们点下去呢 目前双方平盾 顺慧还在我们这里 哦 妹也是直接换脚了 选择第奥卡面对到其他地纳 对手看到第奥卡瞬间也没换脚 打算先用一个龙爪出来 哦这个操作很面熟啊 果然波克基斯上来了 这套就是标准的TST啊 竟然在第十三季还没有绝版啊 毕竟波克基斯的杀娇伤害量下手了 他连杰克罗姆都打不赢 竟然还有人在用TST啊 不容易啊 好 那一个铁头出去逼迫到波克基斯开盾之后 他攻击下降太多了 导致他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钢龙点下去 最后铁头还是得打到他 对手的原始之地出来 那妹妹这边尽量把血量上耗的底一点点 不要让对手齐拉蒂娜有练功的机会 好可以铁头下去 波克基斯残血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角色可以稍微练功 齐拉蒂娜直接上来 保留下拉珠可以切胶挡招用 目前双方都没盾 而我们这边有血量上以及气量上的优势 龙爪出去 看起来对手是跟我们切齐出招的 这场应该是稳妥当了啦 对手的齐拉蒂娜也不挡招了 不知道妹尹会不会来一个切胶挡招啊 贴10T陣 13G应该算是绝版啦 应该用的应该会觉得波克基斯的伤害量真的差很多 好这边再补他一个龙爪出去 就一人补一下嘛 对手也是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 哦这边还是中途切脚啦 也算是烧操作啦 其实就算吃到龙爪应该也不至于下场啦 最终还是会赢 OK这边要轻松结束了 对手齐拉蒂娜没办法放招了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 哦这场看到萨鲁德 萨鲁德本身草系的怕冰 但是我们地面系也怕草 所以双方是一个平局 不过如果我们深入到大招跟小招的配合的话 当然的雪崩还是占优势啦 能量需求比较短 强力鞭打能量上需求还是有点太高了 所以让萨鲁德其实出招数没有到很快 好这边雪崩 B2萨鲁德是挡招了 他这边不换脚 有可能中途会来一个切脚挡招稍微注意一下 那双方的坦度看起来萨鲁德还是比较 哦果然是切脚挡招了 这边算得很好啊 并没有气满马上是换脚 反正是忍了一下 美路这边挡到雪崩非常的关键啊 那目前是双方平盾 然后中途我每次切脚挡招 看起来是挡到了 不知道对手会用什么招式 八九不离十会是阎崩啊 因为阎崩毕竟能够打兵嘛 好目前我们的厦珠 气氧上还算是不错啦 但是在第二顺位的部分 我们这边是占优势的 美路这边应该等一下会多几点 哦这边还是加农光炮的 阎崩加加农光炮组合 哇是不打算打刚系的意思吗 我这配置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一只偷袭出去 伤害量并不特别高 对手的加农光炮有点威胁性啊 那我们快速的影子偷袭 等一下加农光炮再吃到可能会残血 不知道会多少 其实比较少看到这个 配置在打 好对手再一次出招 来看一下加农光炮 到底能不能够收掉其他地纳 结果是选择阎崩啊 想说要骗个盾吗 但其实这样操作不是很好 或者是他其实枪上还没满 那我们这边顺外还是问问拉住 对手萨鲁德再次上来 但是因为萨鲁德本身的小招在腾边啊 打龙伤害量很低 目前血量上还蛮多的啊 如果萨鲁德不快点收掉我们其他地纳 龙爪一直出他还是会头破血流 对手的萨鲁德持续的蓄气啊 好龙爪出去 萨鲁德残血了 那这边他得出招啦 再不出招可能就要死啦 哇结果赌性坚强 刚好剩一滴血 残血出大招 招者应该是会开盾的 不然就浪费了 好他开盾了 那这边的话其实可以下猪直接上来压CMP啦 但是妹女没有这样做 对手看到刚龙上来 选择作为这些角色龙后地鼠 那此时我们就有办法看到 史丸玛丽到底打多少血量了 龙后地鼠 一定会直接下场的啦 欸不过妹女并没有选择史丸玛丽 反而选择炎崩 啊就是雪崩出去 雪崩这一下下去 瓶伤大击 龙后地鼠残血啊 哇这边应该算是大意啦 应该要直接死亡玛丽啦 虽然我们一定知道死亡玛丽能够证死地鼠啦 但是 死亡玛丽终究没有在这一个 影片里面打到钢系啦 好 刚龙上来 直接收掉了对方的龙后地鼠 最后杀路的残血 应该是满气的啦 二只魔动下来 伤害量还好 连续两下 收不掉刚龙我们就赢了 那这一场也帮大家补充一下就是 萨乌德的攻击力是输给下主的 所以如果刚刚妹是直接切脚的话 萨乌德如果出招我们是会获胜的 好 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遇到美露梅塔 美露梅塔我们今天看到蛮多带着加农光炮的 非常之奇特啊 甚至有没有带蛮力的 那这一场的美露梅塔先出招了 妹并没有换上其他蒂娜来一个缓冲 那我们刚刚好像有讲到冰是怕岩石嘛 不过地面戏刚好有平掉岩石戏这一个弱点 所以下主再吃岩崩的时候算是平仗还好 哦 终于妹已经使用死亡马力了 这一场是有震到啦 但是美露梅塔真的有点太坦了 一个死亡马力属修这张属性压制 还是没有办法打下美露 然后接下来你的细血打钢是减伤的 所以美露这边还是占得非常好优势啊 不过这边对手想要连续两个蛮力的时候 我们中途是切脚挡招啦 OK 其他长招 其他蒂娜扛一个蛮力 几乎没有太多伤害啊 对手也换脚了 帕鲁娜上来想用龙尾直接把我们的其他蒂娜给拍下去 目前对方占得非常好优势啊 他有顺位上的优势 加上盾的优势 但是别种形态其他蒂娜就是烦的 因为用龙爪 龙爪再打这些出招速度很慢的角色 就很大的优势了 因为水龙帕鲁娜顶多就放水流位嘛 水流位打龙是减伤的 他要急到流星群能量上太多 所以这边中间的空档 其实我们龙爪连发 还是有让他投破血流的一个状况 好 龙爪再次出去 帕鲁娜残血 然后他准备把我们的其他蒂娜打下去之前 龙爪再次出来了 好 龙爪出去 对手保住了帕鲁娜 目前我们还有一盾 所以是能够扛他 开个盾挡他的那个流星群啊 所以魅影这边选择的是地奥卡上来 毕竟他每路其实也没有气了 血量上也很低 所以地奥卡上来是安全的 对手帕鲁娜 垂时的挣扎 连续的出招啊 他可能想说他的流星群会被挡住 所以选择水流也稍微耗血 但是打龙也是减伤 目前地奥卡还有半血 对手还有机会切脚挡招 哦 洛奇亚上来了 洛奇亚就没有办法切脚挡招了 毕竟龙尾的出招 破绽实在太大了 正常人是不至于会被他切脚挡招成功的 所以流星群下去 放完之后肯定下猪要上来了 下猪上来的时候也没有及时的出招 先按个细血 确认他龙尾是出来之后 血崩出去直接收掉他 不让他有切脚挡招的空间啊 然后没为他上来 残血 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 我们终究是细血把它点掉了 就拿下做一场啰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下猪终于在大C盟对战中使用了 在这一季他获得死完马力之后 确实弥补了他在地面系出招的伤害量 可以发现到在大纲的时候特别的有效 不过在面对到美路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一下证实 毕竟双方的体质还是有一段落差 是下猪如果要在大C盟使用的时候 玩家可以稍微注意的 下猪他的优点还是有攻击很高的部分 所以玩家也可以稍微调查一下 他跟神兽相比 哪些能够赢也可以压个CMP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要再次感谢魅影 提供精彩的对战影片 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期见 等下期再见 给你 打赏 请 转发 按赏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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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